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非常榮幸請到我們的立院女戰神陳玉琛成委員 來觀看我們的節目 各位觀眾大家好 謝謝余震姐 余震今天剛好就是頭版頭 就是你的消息 昨天其實這個0214基本協議要簽主協議 好像也是您這邊先搶先兩邊的官方先放出訊息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說 在這一次的協議當中 如何您穿梭兩岸中間的官方如何穿梭 我首先要聲明的是 事實上這個兩邊這個談成 我不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我只是一個很小的盧斯丁 但是當然我們對這個兩岸之間的 因為我的身分是明明代表 所以我在兩岸間比較往來比較自由 然後跟比如說我們台風金馬這一邊的這個 相關部位首長都可以直接面對面溝通 然後到大陸去也可以跟 不管是國台辦也好海協會也好 都可以面對面直接對話 從高層到基層算是中間在協商的人選 我都是直接聯絡 就是都可以直接LINE或是微信 直接打電話 所以這個過程中有很多很多人的努力 可能台風過然後還有飛機 這個我方的官員他要從坐飛機到金門去 那大陸還要等小聲通開航以後 從大陸做船 所以大概我預計可能應該是下個禮拜 就有點了 但是答案大概是已經確定了 所以應該是還好 我早上有跟兩邊有打電話確認了 那事實上應該這麼說 這中間過程真的是跌宕 我的心情起伏很大 感觸很深 哪裡讓你覺得印象比較深 很難還是 其實我本來覺得上個月底 就已經是談得差不多了 結果沒想到又有變化 然後再往前有一陣子 我覺得非常的 就是覺得很低潮 因為覺得好像都沒有辦法談成 兩邊的一些點都卡在那裡 那這是2月14發生的事情 然後到了3月 他們談到3月沒有成 然後後來這邊的大陸的 全都有李朝輝副專他又回去了 然後他們海協會是那個 綜合局的許惠會處長 他又回去了 就回到大陸 然後中間就停了一陣子 後來又重啟 那這中間有很多民間人士 有民間人士的幫忙 為什麼這次突然成了 因為大陸那邊本來非常堅持 是惡性壯傳 那後來好像是願意退一步 應該是這麼說 大家都有退一步 大家都有互相忍讓 然後互相包容 互相理解 其實在兩岸關係以後 這點就是最重要 主要是他只要從人性 人道 人道主義的立場來看這件事情 就容易理解 那我們現在主要 到時候最後的協議簽署 會是怎樣的質疑 因為那時候管碧庭 對這個好堅持 他連報告的字也都不能改 其實我也要這樣說一個 比較公道的話 管碧庭主委在這件事情上 也實際上花了很多心靈 大家不知道是中間 他有一段期間 就是那時候 鬼台班他罵得很厲害的時候 事實上他是自己 有跑去金門去質疑 他是他沒有他沒有哪想 但是他是去拜拜 去跟那個 往生者這樣質疑 有去 有去林康前面 那因為這個媒體沒有報導 所以大家不知道 那後來的這個 最後這個一些東西 就是一些字眼 其實 方向大概都是確定的 就是說字眼要怎麼來推銷 對大家都比較好 那最後的結論字眼 你這邊有嗎 這個東西要等他們 這個 應該說下禮拜 反正是今天啦 那以後大家就會 就會 就會播雲見日 但是 但是應該是 現在大概 立場應該保持低調 只要他是一個圓滿的結局 這個比較重要 這個事情最重要的 當然過程是很辛苦啦 有時候雙方的主談者 他們只是第一線的人 很多決定不是他們可以做的 然後還有後面 後面還有更高層 還有更高層 那所以這中間需要 有一些誤會 我舉一些例子 我舉一些小例子 這可以說的小例子 比如說那時候 前週台辦他們在金門的時候 他們說 那個副尊就跟我說 怎麼給他們這種簽證 每天 每天言一次 每天言一次 他說一句話說 像楊拉斯一樣 很不善意嘛 好像故意不讓他們留下來 那我就去問了 我方的這個相關的機關單位 他們說不是 這是善意的表示 是因為 就是說你們想好 我們要談多久就談 就慢慢談沒關係 就不給你限時間 對我 對台灣這邊來講 這是不限時間的簽證 對大陸來講 你只給我一天 每天這樣拉一點 你就是好像沒有善意 所以這中間就是要 兩邊都可以相信人去溝通 這件事情 不然兩邊是 信任感是比較不夠的 其實這個是 如果在我來看是沒什麼 那因為兩岸這種特別的局勢 感覺就非常有什麼 對我來講 我直接打給我台辦相關的人員 我直接打給各個部會的首長 甚至相關的人 都是一通電話的事情 也現在都不是用電話 都是用通訊軟體 微信啊 Line 但是對好像 兩邊來講 好像是這樣的接觸 好像是那個 所以 最後大家 大概他們有一致的想法 就是說 法真信維持一個比較 低調的做法 最終好的答案就好了 那瑋瑜到那邊去 主要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是幫他們帶家屬過去還是說 沒有 我在不同的階段有 我也不能說我扮演角色 我就協助 就不同的階段 做了不同的事情 比如說 在剛開始的時候 一些 好像彼此就有誤會 我互相了解一下說 為什麼你認知這樣 他認知這樣 然後後來在比較 這個 那是3月 然後5月 6月 後來又要重啟的時候 我很來回嘛 然後跟他說 就是重新開始 你們就繼續這個 原來這個管道 繼續開始談 然後後來中間 然後中間有一段期間 就是本來我覺得會成 就是有講了幾個 我覺得這個很好 然後回來 我覺得本來可以講成 又沒有 然後反正就是 其實我要講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很實在 就在這個過程中 我兩邊都有接觸的過程中 我充分的感受到 其實兩邊都希望 這件事情可以圓滿落夢 真的 不管是哪一邊 都這樣希望 那最後怎麼討論出 600萬的數字 金額是很早就談 600萬 雙方都同意 應該是人民幣吧 150萬 是150萬人民幣 雙方都同意就對了 這個很早就去 當初就已經從 在120跟100多 一直在那邊講 140啊 這個金額是 所有的 金額是所有的 issue裡頭 最容易達成公司 所以這個數字沒有說 台灣沒有說太 他們大陸沒有覺得太低 台灣沒有覺得太高 就是專門都同意 其實這個重點 都不是在前 這件事情的重點 不是在前 那重點是要不要 用不願意道歉 就是大陸那時候 踩得很高啊 要求道歉 那我們這邊是覺得 我們沒錯 我們後來也有表達 這個人道主義的關懷啊 對 但應該不會有道歉的字眼吧 應該就是說 對於這樣的事情 對於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 對於發生這樣的事情 當然感到很遺憾啊 對啊 很道歉啊 協商會寫到道歉的字眼嗎 你怎麼看一件事情的道歉嗎 我想很多事情 我們不用 就是很多兩岸之間 往來維持一種 曖昧不明 模糊的美感 就是說其實 其實就表達人道主義的關懷 這才是重點啊 希望這件事情 就不要再影響後面大家的這個 尤其在夏金之間 這個海域很重要 那對我們金門來講 對我們金門來講 呃 對我們金門來講 我覺得很重要就是說 這一件事情一解決 後面的我們那個弧姓釣客 對 呃 應該現在我們現在點落 是很快可以把他接回來 很快 大概幾月 對八月就可以 我看時間 因為現在七月底了嘛 對八月 我要看我的時間 我會帶那個家屬過去 所以我記得 你記得我們四月二十六去北京嗎 然後 那時候不是說要開放馬祖嗎 對啊 像前一晚上我就知道 因為就是 靈二要是這件事情 他們不會提下金門 對金門就沒有 所以要把這個事情處理掉 那後來所有國外就開始 做更多的溝通啦 因為 然後 事實上我 我不能算有介入這件事情 我只是說在兩邊了解 不能說 互相這樣 了解他們的過程 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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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忙表達善意嘛 兩邊都有善意 可能需要有人 到時候他們兩邊都有善意 因為就像您講 你各位是這個事情解決 後面一串的 就幾乎都解決了 對 我們金門來講 包括觀光客 對 觀光客 就是陸客到金門來觀光 還有金夏海域的衝突 常態執法 金夏海域本來就沒有什麼很大的衝突 其實以前都沒有 以前是關係非常好 直接可以對話 對阿 對阿 就是後來不然事情才會變得很緊繃 本來金夏海域這一片海域是 兩岸都是共享這一片海域 本來是很好的喔 就是說大家就是 大家就是 反正緊守大家的那個嘛 盡自己的本分 所以金夏海 所謂的金夏海域 常態執法這件事 應該也就不會再有了對不對 我覺得執法本來就是大陸在做的事情 跟這個事情也沒有那麼大的關係 只是執法的 是用驅離的 還是用桌捕的 手段不一樣而已 比如說警察本來就是 不准你開紅 闖紅燈 他本來就會 紅燈可能會 只是他用勸導 還是用開紅燈的方式 這樣想就對了 那陸客到金門觀光旅遊 這個應該也就 可以樂觀期待 那個釣客可以解決 陸客也可以解決 所以 我可以說這次算是 兩岸在520之後 第一次的官方 也不能算是官方 因為大陸用的是海協會 海協會 對他講是民間組織 紅石智慧 但是對大陸來講 他覺得這個就是 用民間的組織來解決 那委員就是 算是好消息的 所以大陸希望 也是希望 一直批掉 我覺得很正面來講 就是說 至少在這麼久 這一陣子以來這麼多 兩岸這麼緊張的消息 這是第一個 比較好的消息 比較覺得說 總算好像 一直見馬如張 總算有一點點機會 這樣 open一點 這個2026 之前您就 講過很多次 你願意選出門縣長 陳陸牌他不能再選 因為排黑條款 那2026我是一定得要當選 一定得要參選 一定得要參選 原因是因為 我們的民眾對我 期待很高 然後也希望我要承擔責任 所以我現在 當立委 就是立法院 大陸事務這樣打過去 那以後回去 就要發展建設我們金門 很多民眾都有這樣的期待 這種已經變成是一個 不能再 不能再退 那黨中央應該 你不會讓黨中央再幫你勸退 黨中央也不會勸退 事實上我在8月1號 我下個禮拜 就要接任 國民黨 金門縣黨部主委 對 所以我覺得 我們黨中央佈局 已經是很明顯 那就是 因為像我以為 你就是 要佈局金門縣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只是因為你在立法院的 給分真的也非常突出 是民主國民黨 非常重要的戰將 然後我大概找了一下 就是之前比較有趣的 像 之前2019年 李靖勇的 人事統一權 你自己也不介意 這個萬安警報 那個很有趣的畫面 萬安你去當市長 你看 大家都回到地方 為各自的地方效力 是 然後7月8號就是 選包法衝突的時候 你一個人大占多位的 呃 女性 民進黨的女立委 然後還有 我們來自金門嘛 有戰力嘛 對 戰力 把國會當第一線耶 沒有啦 就是說 我們也不是說 一直希望國會是這樣衝突的場面 但是 呃 在 就是 所以千萬能無往裡嘛 是 堅持對的事情就要往前走 其實我覺得我比較特別一點 應該是這麼說 在兩岸的這個裡頭 大家應該有看到 現在兩岸關係很 比較緊張嘛 然後 我們的 比如說我們的立法院裡頭 很多的人 都不願意談論兩岸關係 你應該去問的話 大部分很多 其實不管是 綠營當然是批評 男人也有很多人不願意去 對 應該說不願意去觸碰這個關係 對 但是我是一個 第一個我願意談 我也敢談 然後第二個我 像我剛從 剛從上海回回來 我昨天去參加 蘇州的文化院 對嘛 然後 下面還有那個 福州啊 北京啊什麼 我都還要去 還有泉州 去接那個釣客 我每次去大陸 我都很公開喔 我都 臉書也PO 微信也PO 就是我是一個 對我是一個 不忌諱就是說 你們好像會說怎樣 沒有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真的是在幫百姓做事情 我們 那我跟這個 我跟對台系統的這個 上上下下 事實上也非常的熟悉 昨天我到 前天我在廈門的時候 前天我們去參加金下宏渡嘛 金門跟廈門 永固的 我在廈門的時候 就接到我們有一位 民意代表台灣的 陳情電話 他們說有一個什麼事情 需要 他的選民需要幫忙 我們也就是 幫他轉介什麼的 所以我等於 我可以自詩是一個 兩岸溝通之間的橋樑 但是我也沒那麼重要 在這種大的這種事務裡頭 還是 第一線還是那些 勞苦公告在談的人 中間還有一些 大家不知道的一些 民間人士 那因為他們不想曝光 我們也不好說 市委會跟這個大陸 其實都沒有主動的 他們是被動來證實 那你在抛去之前 有舉得他們 雙方 他們也有這個默契 公布的默契嗎 他們有公布 我也不能這樣講 我不能講他們是紀錄性怎樣 很多事情就自然而然會發生 我們也不用說 好像要操作什麼 我跟他們 我今天 我跟你說 我今天早上在上海的時候 還跟台辦相關的人在聯絡 也跟我方的人在聯絡 因為 因為大家有時候 戶氣比較不足 因為颱風又延期 擔心說 是不是又會有變化 我跟兩方 兩方在確認說 沒有 這邊沒有問題 這邊也沒有問題 他們彼此又擔心 下去是不是會 又不會 因為颱風嘛 是不是又會改變 我就跟左邊問一問 跟右邊說一說說 大家都 你們彼此都想做這些事情 沒有問題 你們彼此都想 其實很多事情就是 兩邊就是 還是互信的問題 因為互信不夠 所以 互信不夠 我這樣講 你是不是是這樣想 他這樣講 他是不是這樣想 中間有一點論法 實際上是正面的 但是我並不是一個 我要再講的是 我並不是一個 被授權的代表 我不是 我只是說 我是比較 因為這是事關 兩岸 事關金門 我也不能說 他們感激 我大家 應該是說 我們在中間 的確有辦一些 至少是幫助 論法基 這樣講可以 論法基 我覺得是有 因為我們知道 兩邊的想法 然後互相 解決一些 他們彼此 可能會誤會的部分 那每次的博會衝突 幾乎都在第一線 那都不怕衝突 就每次都是距離地爭 只是說 因為接下來要選縣長 那你會擔心說 想要有一個 比較端中的形象之類 還是就爽 我們 我覺得 我們這個 我們金門的這個 來自金門 是戰地嘛 都比較飄悍嘛 而且堅持做的是 我們相信 事實上都是我的後盾 所以 我覺得還好 反正 我因為我不是只有 問證 做飄悍這樣 我的基層的選民服務 事實上做的是 很紮實 不瞞妳說 我們團隊很認真的 在做服務 大小事情 我們都把鄉親的事情 放在我們的新聞片 再辦 所以 反正努力之餘 成功一如水到自然取成嘛 會不會當選 事實上就是 民眾跟你打分數嘛 那我在這一次 剛過去的這個 2024的這個 立法院 立法委員的選舉裡頭 我得到65.28%的選票 是藍軍的第一名 第一名 最高票 那也是金門 有史以來 單一喜事 不管縣長立委 得到最高票 得票率也最高的 我覺得這個是 鄉親給我們的肯定 應該是這麼說 我印象很深刻 我要用一句 一段話來總結這個事情 就是說 你如果把鄉親的事情 你把百姓放在心裡 百姓就會把你的事情 把你的選舉 放在他的心裡 你把他的事情 當作你自己在辦 他就會把你的選舉 當作他自己的選舉 再出力 對 就是互相這樣子 對 我們金門人很好 重情重義 我們金門真的很重情重義 而且很念情 我們希望兩岸和平 這個大家 這是大家 共同的期待 也是需要很多很多人的努力 我們只是 最不重要的那個螺絲釘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還會有很多人的努力 在網站上 在網站上